熱騰騰 涮涮鍋 吃豆飽 肉片一盤接著一盤端上桌 但要注意了 這些肉到底是不是蟲組肉 位在淡水的這家涮涮鍋店 今年2月爆發蟲組肉糾紛 有消費者點了一盤梅花豬肉片 發現口感不像豬肉 烹煮後整片分解 斷定式組合肉 一氣之下控告業者詐欺 並求償兩人5倍價錢 3680元 說實在以蟲組肉來講 在火鍋業界是很普遍的 那我們都有合法的一個標示 業者鬆了一口氣 經過半年審理事件認定 蟲組肉也是豬肉 不構成詐欺 處分不起訴 至於民事求償 法官認為雖然是組合肉 但吃到飽只要368元 不算坑人判業者免賠 當初我們是標示梅花豬肉沒有錯 那後來我們就立刻改為蟲組豬肉 事發第一時間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發現肉片進貨單 品民事調理組合肉捲 要求餐廳改正 並公告標示為蟲組肉品 食藥署也要求提供蟲組肉的餐廳業者 要在菜單上明確構知 否則12月開始 將開罰3萬到300萬元 儘管蟲組肉也是豬肉組成 但沒有標示清楚 消費者還是會覺得受騙 才會引發關係糾紛 記者楊中山問西蘭小組 新北市報導 如果烏3萬元 今天會因為 谢谢大家